楼上是住宅 楼下是商场 像这样的零力综合地产项目 这一年就推出超过五个 自从政府推出一系列防务降温措施后 这类地产的需求不断上升 像这个位于东部地区的项目 推出第一个月就售出了七成的店面 而综合地产项目的价格 也从两年前的平均每平方英尺 2000到3000元 升高到目前的3000到4000元 现在买的都是上百万以上 如果要拿到一个百分之五的租金回报 你最少都要租一个5000块一个月的租金 那可能有一些地方就 可能也找不到租户吧 记者发现一些在两年前建好的综合项目 商场地下层人烟稀少 店面不少是空置或是关闭的 唯有这家高饼店营业 为了避免太多空置店面出现 一些新项目就采取了防范措施 分析师也指出贷款利息接下来如果攀升 将可能会让需要向银行贷款的投资者雪上加霜 新传媒新闻记者蓝力亭报道 这就是比较多的健康 的东西 我们看到您的其中一个 请不吝点赞兰 在这边找到各种商店的东西